Benz A-Class 都屬於Benz的入門級別 而這次試的,可以說是一個高性能系列 亦有 AMG 三個字 雖然未去到一人一引擎 不過,它也有 2.0 Turbo 又有 4 驅的 A-35 在 A-45 未到香港之前 我想很多人都對它很大反應 不過,試這輛售價有少少客人,去到 90 萬 而正常這輛車未加選擇,就應該是 50 多萬 一條條到 90 萬,加上多少選擇 又排你加 至於車頭部份,當然最大分別就是 A-35 多了一套包圍及擾流 明顯看到,在頭順部份是有一個擾流 看到它旁邊,什麼叫 Doki 呢? 以前改裝才有的 Doki 呢? 它在這裏都出現了 以及兩邊所謂的入風,但其實沒有封入的 這兩個位置亦都有一個擾流效果 所以看上去,兇惡很多 加上它黃色的車身 黑黃的撞出來的效果,相當之沙繩 好了,頭燈可以見到有轉向和三眼形式 還有寫著這個 Multi Beam LED 好了,剛才所說的不是見到包圍和 Doki 以前改裝,總是說你把所有東西都扯出來 不過,廠加了錢之後,廠幫你搞定 扯不到出來,傷不到人,認很多 坦白說,真的能夠增加到它的下壓力 記住,要加錢的 A35 這款引擎,其實跟 A250 大約都差不多 都是2.0 Turbo 引擎 編號都是 M260 將它改良 和改良之後,馬力306匹 扭力400 Nm 0-100,厲害了,4.7秒而已 不過,它不是一人一引擎 想要簽名的,我可以幫你簽 好,Bickleak 部分 這個我都頗滿意的 就是一個大鮑魚 和Bickleak 碟是開孔的 高性能的Bickleak 和安全的東西都可以給你 好了,回來看車尾 車尾這部分,不用看 一看就已經看到,不用看 一看就看到,就是這個尾翼 這個尾翼真的很吸引,而且真的很漂亮 夠了霸氣 如果以前我們玩改裝的時候 加了這麼大的尾翼,車人叔叔 歸來歸來,但現在不用了 又是說一句,你付了錢的時候 廠幫你搞定 除了這個尾翼,亦都是 真正看到有一個通風擾流效果 不僅只有外表 是真的能夠將車底的汽流 擾過和令亂流減少 Defuser 就是這樣用的 車尾正常,一個LED尾燈 現在有LED,真的很正常 如果沒有,就差不多打樓 好,我們看看裏面 至於車廂空間,尾箱 我覺得都可以實用 你看到很明顯,放一個大行李箱 或者兩個小行李箱都可以 沒有問題的 一般裝到,裝音響 你便沒有位置裝東西 剛剛說,如果裝音響便沒有 不過不要緊 所以你現在要安裝 就是安裝原裝的Burmaster 所以這輛車已經有 一套Burmaster 系統 以及幫你想想得很好 Burmaster 低音在這裏 而另一個amplifier 就是這個位置 有膠蓋蓋住 急救箱 還有這個 萬一你太流氣 可以補胎的裝置 急救裝置在這裏 所以 又可以裝東西了 又放兩個機器 沒問題 在這裏 旁邊的裝置 按裝置 可以補胎 首先 補胎 旁邊的裝置 在這裏 有空 補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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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车裏面,当然我经常说汽车的气氛是怎样 近这几年,我有一件事与这三家车厂比较 B 牌子、A 牌子和Benz 牌子 我觉得B 牌子的内拢设计相当进取 亦是相当科幻感 一上来,我以为自己坐在太空船 为何呢? 因为很明显,现在三个大冷气风位 圆形的设计是很有立体感、很有科幻感 还有就是这个软盘 因为这个软盘是选择 软盘控制之外 亦有多了两个 就是Sport Mode、Control、Comfort 这些调校 Traction Control Off Sport Handling Mode 一个手波模 另外在右手边有一个圆键 可以调用Individual、Comfort、Sport、Sport Plus 这些全部都在软盘 一按便立即回到Individual 其实都挺方便的 例如是调用Sport Mode 但中控台手这个位置亦有得调用 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调用这个模式 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这两个大屏幕 上次新车A250 来的时候 这两个屏幕我都说相当吸引 因为某程度上 我就是要科技感及电子东西 你买的就是买这些感觉 好,有一个风格和显示 一卡进去,有古典、运动、狂野、低调 多了一个,之前好像没有低调的 现在为何要低调一点呢? 因为太荒远,太时代感 亦是太淡旋 冷气控制一条过 很方便,亦都很就手 因为波棍搬在右手边做一个转波 这是Dance 的设计 所以中间的空位就大了 用来放电话、放其他东西 前面亦有USB 装置 中间的触控屏 前面这两个屏幕也是相当吸引的 某程度上 亦都吸引了很多人去买A的一大特点 何况A35是讲性能的 既然A35 其实它也加了很多选择 现在我坐这张椅子 都是选择 原本的椅子不同 不过现在这一张椅子 就包很多 另外 就是这个软环 手感 刚才所说,软环是选择 第一点是软环手感很好 中间是皮 两边是一些类似镜皮的Algantara 不过别说笑 駕駛是挺黏手的 好,到试车的感觉是如何呢? 首先我用了Comfort Mode 有一样东西可以试出来的 就是你平时日常駕駛 我不要这样駕駛 我要駕駛得舒服的效果是如何呢? 还有一样东西可以留意到 它有一个Head-up display 现在在面前可以看到速度和转速 现在我试一个Comfort Mode 起步就比较柔油 我觉得都算舒服的 不过有一样东西 我不知为什么 现在它的避震是设得这么硬的吗? 平时试开Benz 车系 避震方面我一直都觉得软 但这个駕駛上来是略为偏硬的 我不知它是否因为可能適合 目标始终是年轻一点的人士 所以它设定会较偏硬 现在我试一下S Mode S Mode 方面 起步就会更加硬一点 有少少拔你出去的感觉 明显的反应会再三、四十个百分比 说回加速感 加速感就相当正好 始终它是2.0 Turbo 比起250 来说 是真的有很大的分别 因为它的性能表现 起步反应都明显敏感很多 另外一样 我现在再试一下Sport Plus 一扭到Sport Plus 喉声会更沉 在Sport Mode和Sport Plus 有少少分别 和油门反应方面 Sport Plus 再敏感到20% 如果是夸张点说 如果Comfort Mode 到Sport Plus 的距离 我认为有四、五十个百分别 的油门反应 加速反应 我建议在城市路段 不要用Sport Plus 因为它真的有敏感和神经质 但如果真的要在高速公路渣 或者可以轻松一下的路面 我觉得开Sport Plus 都无所谓 还有一样 它的避震真的硬得很厉害 在某程度上 我觉得是可以的 始终我喜欢硬避震的感觉 因为我会觉得 年轻人駕駛少少少 铃敏少少 駕駛少少 駕駛上来 高性能 这些感觉是很强的 另外 它这个四驱系统 有一个能够做到50-50的比率 我觉得它的设计 所有东西都是为了配合它多了的马力而做出来的 的而且确 AMG仍然保持它有部份的设备 所有舒适性都在这里 作为一辆Hot Hatch 型的小跑车 一来升型的Benz Logo 当然是吸引 整駕駛有没有彈的 就是彈唯一的避震 硬一点 我觉得相当不错 尤其是我真的喜欢A 为什么 因为它看上去更年轻 駕上去亦更年轻 高性能来说 已经是绝对够用 对比直接的同级对手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用GTI 或是R 或是S3 但我觉得整駕駛的整体感觉 是比较好一点 因为多了一样 科幻感觉